薛之谦作为华语乐坛的杰出歌手和演员 一直以来都备受粉丝的热爱与支持 然而最近他的演唱会经历了一次突发事件 让人们看到了他敬业坚韧的一面 也引发了对于明星健康的深切关注 9月9日薛之谦的天外来物演唱会在成都举行 然而这一天的开唱前 他已经感受到了严重的身体不适 发烧高达39度 尽管身体状况不佳 他仍然坚持开唱 用实际行动向歌迷表达了自己对音乐事业的执着 和对粉丝的感激之情 演唱会现场 薛之谦不仅顶着高烧 还积极与歌迷互动 学着四川话与他们交流 甚至尝试川剧中的脸谱变化 尽管嗓音已经沙哑 但他不断向观众道歉 并努力完成了一个小时的演出 这一刻 他的坚持和付出感动了现场所有人 包括他自己也不禁泪流满面 然而身体的不适和压力 最终让薛之谦难以继续 在演出结束后 他发布了一份公告 宣布暂停了成都演唱会的第二场 公告中提到 他因低烧和扁桃体发言 无法维持演出的质量 这一决定令主办方和歌迷感到遗憾 主办方潮食音乐也表示深表歉意 承诺无条件接受观众的退票申请 在演唱会上 薛之谦亲口承诺了三件事 显示了他对歌迷的诚意和责任感 首先 成都本地观众可以自行选择是否退票 其次 从外地赶来的观众除了退票 还将得到机票和酒店费用的报销 最后 成都将会返场 选择不退票的歌迷可以保留原票 无需再次抢购 尽管薛之谦一直在向歌迷表达歉意 但他的粉丝也一直表示理解和支持 大家都明白 突发状况无法预料 而薛之谦亲自道歉 并与歌迷共同完成了一首首歌曲 这已经弥补了演唱会 因病暂停所带来的遗憾 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是演唱会扎堆的一年 许多华语乐坛的歌手都在进行巡回演出 演唱会的强度非常大 几十场演出令人印象深刻 然而 由于演唱会的高强度和长时间的表演 一些明星不可避免地面临身体疲劳和健康问题 正如薛之谦一样 其他歌手也在演出过程中面对身体不适 有的甚至需要吸氧来支持演出 另一位知名歌手周杰伦也在不久前因身体不适导致呕吐 虽然公司对此进行了辟谣 但明显看出他的身体状况并不容乐观 同一天 五月天的阿信也因重感冒而在演出时需要吸氧 但他仍然坚持完成了演出 这些事件不仅让人感叹每一位歌手的敬业精神 也引发了对他们健康的深切关注